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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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 以后不要和那人来往就是了 快上去吧 作词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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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一白 本性难移 咱俩谁都改不了 其实咱们犯不着为任何人虚伪地活着 对不对 那多没意思 可是我忘不了你 郭东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对不起 阿娟 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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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找沐山啊 他马上就来 你等一下啊 五山 喂 不用了 我在上班呢 那你等着吧 谁呀 一个无聊的人 是秦的追求者吧 他当在说在哪儿等着呀 你怎么也这么无聊啊 他是不是在楼下呀 哎 五山 是风波洞 你快来看哪 哎 快来呀 快点 他 在那儿 哎 怎么着 下不下去啊 我去 我才反应过来 刚才打电话的那个人就是他吧 他这个风波洞 对你是动了真情了 要不要我给你个大喇叭呀 他刚才在电话里跟你说什么呀 跟个大妈似的 问得没完没了的 你可真不够意思 咱俩还是不是好朋友了 嗯 想起来了 他想 说要见一见 我们医院那个最漂亮的女护士 樱桃小嘴 大眼睛 小巧玲珑的 撒起家来还挺可爱 谁呀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好啊 你敢刷我 你看我怎么距离 小巧玲珑 我让你拿针头了 我马上就去 我马上就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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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师傅 哎 那个您有表格先起点啊 有 有点慢了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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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站的车出发了吗 刚出来 我们这还能支持多久 最多十分钟 可雪站的车来回 最少有半个多小事啊 怎么办 我是欧星群 抽我的吧 哎 那怎么行 你凭血那么厉害不行 没事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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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 我 我是欧星群 抽我的吧 他是谁啊 他是我一个朋友 哎 你跟我来吧 嗯 抽多少 两百 哎 不 四百吧 哎 四百 你行吗 没事 我以前 欠不欠你 谢谢你啊 你怎么借我呀 哎 逗你呢 这样你把你那尾 嘴蛋的爱借我看看就行了 行吗 行吧 说好啊 别紧张啊 不紧张 辛苦了小莫 你说咱们医院啊 平时也不忙 可是真要干点事吧 也够让你忙得四脚潮天的 今天累坏了吧 还行 赶快回去吧 今儿我值班 行 那我换衣服去了啊 好 哎 对了 谢谢你那个朋友啊 今天都回他了 没事 我走了 好 再见啊 再见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怕你耍赖啊 所以等你 你不是要谢谢我吗 今天的事情真的谢谢你 你还真耍赖啊 光动作啊 我跟你说你耍赖我可喊了啊 你喊什么呀 大家快来看哪 牟山耍无赖了 没看出来 你今天风格还挺高 那是 毕竟是长在红旗下 生在春风里 你放心吧 是我会借给你的 那我先走了 来 你等会儿 来 来 其实今天主要找你是这件事啊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钱我不要吗 不行 你必须拿着 我这人打小 就怕欠别人东西 我这每天琢磨着欠你三十块钱 我是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 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 真的 如果你要是 不想让我马上变成秃子的话 你就拿着吧这钱 好吧 那我先走了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不是不是 我没事肯定是 下午现血现在能有点多 那我带你去医院 打点葡萄糖吧 不是不是 那个估计不管用 那个那个 我可能是饿的没吃饭 麻烦你帮我把车后面那饭盒拿来 那东西比葡萄糖管用 怎么这么没晕呢 你真没事啊 我真没事 吃点这个就行了 包子 对啊 石箱斋的 可香了 快 这是吃一个 解放南路那家石箱斋啊 你知道啊 你跑那么远去买包子 快点 吃吧 可香啊 我就知道请你吃饭你不会去的 所以特意给你买了包子 吃一个吧 你也一天没吃饭了 你吃吧 别着急 一会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为什么不让我送你啊 我真 真这么让你讨厌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 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了 沐山 我真的只是喜欢你 我只是想见到你啊 你以后要再这么说 我见到你就当不认识你了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了解我的机会呢 原因我已经说过了 原因我已经说过了 你干吗呢 干吗呢 咱跑了别一个人待着 郭东 我爱你 你原谅我行不行 你还没睡啊 哥 还没睡啊 怎么才回来啊 出去随便走走 瑟儿哪儿去了 瑟儿他 一个同学的父母回老家了 让瑟儿过去陪他住几天 我就同意了 正好他去那地儿呢 离他上班的货站还挺近的 其实想让瑟儿挺不容易的 这个年纪就四处打零工 怎么办呢 都是你哥没本事 大哥 又来了 衣服给你缝好了 大哥 说心里话 我挺后悔的 七四夭这个名额啊 应该留给瑟儿了 我一直修过那车啊 挺好的 别瞎说了 瑟儿还小呢 你这个年纪 每个正式工作能行啊 谁找你 以后怎么结婚呢 啊 哎 瑟儿 过来 到哥这儿来 哥 你甭说了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那女的到底怎么样 你这事闹的 全莲花像都知道了 啊 花子 不吃 哎 没什么 很简单 嗯 就是我 喜欢人家 你弟弟我呀 现在 单枪丝呢 你说你喂这么个人 跟小娟分手吃吗 哥 你们都误会了 我跟人家真的没什么 完全是巧合 我是进了厂子以后才发现啊 原来她也在厂子里边 说真的 要不是小娟这么一闹 也许我们的事早就过去了 啊 你是在跟小娟好的时候 你就喜欢上这姑娘了 是不是 怎么说呢 我真不知道那个时候 算不算是喜欢 但我确实觉得她挺特别的 坦哥 现在我也不想瞒你 现在 我喜欢她 而且感觉非常强烈 哎 问你 是不是 这些有文化的人 瞧不上像我这种没文化的呀 差不多 有文化的 弟弟啊 不是哥说你 两个人之间差距不能太大 啊 你俩人在一起得有共同语言吧 你看你现在真是愣的 像娟那儿得罪了 你自己又搞成这个样子 嗨 我都无所谓 就是觉得 要是对不起你 把你和小娟害了给搅和了 我没事 哥不剩你气 不过这事咱仔细想想了 这事也怨不得咱们 还是人家小娟他们家 嫌弃咱们家 谁让你哥我没本身 不过小娟现在也挺好的 找了一个对象是她爸爸的秘书 你带眼镜了吧 小子行啊 胆不小啊 你认识啊 跟你说那小子我叫醒过了 什么时候啊 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我一直没告诉你 那时候你跟小娟没晃的时候 有天在街上 脸被我给碰着了 我跟你说 做人心真不能太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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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喜欢你 因为我从小到大 没这么喜欢过一个姑娘 以后也不可能 所以我必须 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我不是罗切斯特的新娘 这是我苦痛中的一部分 每天从最美好的梦中醒来 这种恐怖 是我能忍受和制服的 但让我必须果断地 立即地完全地离开它 我却万万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可是你不是罗切斯特 我也不是姐爱 我爱你 沐山 我爱你 我爱你 来 给你加个草 尝尝我妈做的包装 行行行 别 别喝了 就你那酒量啊 你再喝就多了 赶紧赶紧吃点菜 你要是不想说呢 我就不问了 要不这样 咱这酒啊 咱就不喝了 好 咱不喝了 咱个俩沙盘齐 沙盘齐 来来来来 我多长时间没跟你沙齐了 我跟你好好地下一个 我又不是 你自己喝的 咱屋前没伸进 进来吧 这些呀 都是老秦的部下 从上海带回来的 好 太好了 小山 快来摸摸 这可是上等的支禁端呢 呀 好 秦川呢 不喜欢这些大红大绿的 他不在家的时候 我就拿出来看看 结婚的东西嘛 都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都可以结婚 红的好 红的好 红的呀喜庆 热热闹闹地办喜事 红红火火地过日子 我们小山呀 能成为你们家的儿媳妇 那是这孩子的福气 哎呦 你真会说话 可不吗 小山 你喜欢吗 喜欢 瞅瞅这孩子 就是不会说个话 跟他爸一样 哎呀 见着什么事啊 都这么不温不火的 你们看一下这个家具 都是从广州上海运过来的 刚流行的 哦 我说呢 我从哪里有见过这种样式呢 真是时髦啊 哎呀 沐山 如果你觉得还需要什么 咱们当年买不到的 就到上海北京去买 不用了 这已经够了 不用再碰飞了 是啊 不用了 这已经很好了 行 那以后需要什么 你就告诉我 咱们下去喝茶吧 好好 好 白杰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来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沐山的妈妈 阿姨好 你好 这是秦川的战友白杰 都坐吧 坐 好 你帮忙了 坐 好 阿姨 我今天 是来给秦川和沐山送礼物的 就这个 前两天 我刚回了趟杭州老家 在西湖边上就看到这个 觉得送给他们两个最合适了 您看看 这上面画的 这上面画的是水墨画 您看啊 这是白蛇传的故事 这是白素贞 这是喜仙 这是断桥 好 真挺好看的啊 沐山 你过来看看 哦 妈 你看 真漂亮 这东西 一定花了不少钱的 哦 其实 主要是咱们这儿 没卖这个的 这个挂在床头 既雅致 又有书卷器 挂在咱们才女的房子里啊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谢谢你啊 白杰 白杰啊 难得你有这份心呢 阿姨 您可千万别客气 啊 对了 沐山 我已经参观过你的新房了 你可真幸福 有这么好的婆婆 这么好的男朋友 我好嫉妒你啊 别这么说 你这么优秀 将来一定会比我更幸福的 是吗 我还是头一回 听人这么说我呢 难道 你觉得你自己 不幸福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沐山 知足才会常乐 你可不要太贪心啊 那个白杰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怎么看他阴阴的呀 妈 你多心了 白杰人挺好的 他喜欢秦川很久了 只是秦川没有选择他 我说嘛 你说哪有送新人扇子的 这不明摆着让你们散吗 您那都是迷信 什么迷信啊 你没看那上面画着 白水和许仙的故事 谁不知道啊 还什么断桥 我看他呀 是别有用心 妈 您大度一点好不好 别把人都想那么狭隘 他是干什么的呀 他是公安局护极科的 跟秦川一样 都是高干子弟 你看看 你看看 还是我狭隘呢 你是没注意啊 他在秦家那个样子 你看那个嘴甜的 不把自己当外人 小杉呢 我可告诉你啊 虽然你和秦川的事情 已经挑明了 可是我看呢 他还心没死 你呀 得加点小心 那是他的事 怎么会是他的事呢 他喜欢的可是你的未婚夫 你和秦川的事啊 妈一天到晚地提心吊胆 什么时候等到你们结了婚呢 妈这颗心呢 才能放下 好了 妈 别说了 爸都快等急了 走吧 快进来 姐 这就是我的宿舍 我跟小林住 她人特别好 还爱干净 快 快 快 放这儿 放这儿 哪有来这么多东西啊 这就是妈的给你带的 有苹果挂面 还有妈自己做的肉酱 给你拌面去 真的啊 这是什么 神价片 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姐 来 快坐下 小红 你们这儿真的太不方便了 我还以为在兰县呢 到了县城 还要做半个小时的拖拉机 给人儿 你想想 我们这么大一个工厂 能在县城里吗 是有点远了 可是 我们厂里的条件是不错的 工资比你们那儿还高呢 爸妈怎么样 爸已经出院了 他们都挺想你的 本来妈要一块儿来的 后来顾叔叔病了 妈给他顶班去了 爸前段日子躺在病床上 还老是反思 说他教育你的方法不对 行了 不说这些了 我呀 既然都来了 我就得好好干 我干出个样来 让他们知道 我也是有追求的 来 喝水 你呀 就别再跟爸妈置气了 他们的气都早就消了 我没跟他们置气 我就是想自己出来闯一闯 反正我又不怕吃苦 不说这些了 说打高兴的 你跟秦川哥 准备得怎么样了 准备得都差不多了 很多东西 都是他妈弄的 一定都特别好 特别高级吧 姐 你怎么 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总觉得 这些东西 都不是属于我的 姐 你说什么呢 别胡思乱想啊 这爱情是分很多种的 有疾风暴雨的 和风细雨的 秦川哥会给你一份 非常稳定的爱情 他会给你一份安稳的幸福 他肯定是最适合你的 小彤 要不你请几天假 跟我回去住几天吧 妈妈 他们都特别想你 不了 我怕我回去 就不想回来了 叛徒而废 别人会瞧不起我的 谁会瞧不起你啊 回来了 沐山姐 你可真是我们福星啊 你今儿一来 食堂伙食都提高了 回锅肉 秦总 快快快 开饭了 开饭了 还烫啊 兄弟兄弟 来来来 来 坐坐坐 不够意思啊 怎么着 我又不约你 你都不想来来找我啊 咱俩了 你现在每天开个车招摇撞变呢 我哪敢跟你在一块有差距啊我 差距个屁 你就开一破车嘛 差距 不是 我问你 你们这单位车怎么现在变你私车了都 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单位的好车了 领导不稀罕这破车 这车管修管加油 咱开得多合适啊 来 走一走 老妮 老妮 妮怪 老妮 哥 我问你个事呗 那个 你跟大红是不是挺熟的呀 对啊 怎么了 你俩是不是有点那个 别胡说八道啊 没有我个事 不是 你跟他干嘛呀 哥看上他了呗 真的假的 没看出来呀 哎 跟他说了吗 没说呢 那你跟哥说实话 也不太什么关系 非常纯洁的哥们友谊 真的啊 我这前老天啊 对哥们家吃饭认识的 我说一提醒你啊 眼神不对劲 我跟你说啊 早些年呢 他这哥们确实有意思 但是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我拿他当妹妹干 他爸跟我爸失忠点 因为他爸是我师傅 一有一家人 来来 喝一个呗 来 你说这丫头靠谱吗 怎么说呢 大红是一个 特别仗义的姑娘 我觉得 如果她认准了你 一定会死进她地 哥就喜欢这样 没事 你哥吹这风呗你 吹风行啊 但是能不能成 人我不敢打保镖 你们是一家人 这出品 那肯定行 哥整那几把鞋枪 过两天再打链去 行啊 不是你 你这抽签法行就行 有啥劲呢 百发百中啊你行 你不是吗 打哪吃哪这出 喂喂喂喂 你干嘛呀你 没事吧 没事吧你 我干嘛呀你 什么干嘛 我扶你起来 我自己不会 前上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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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大晚上你拉拉车里 你耍流氓啊你啊 胡说八道什么呢 这这这地儿 真不是人呆的 我跟你说啊 会说话说 不会说别说 我要不看你是个女的 我跟你说我 怎么 你要吃了我 你要吃了我啊 我 我懒得理你 慢点 慢点 慢着点 会起吗 大姐 像鬼子们的头上 看起 小心 听我走 大哥 二哥 你这么晚回来 我们就有点饭吧 不是 外面吃过 三 大哥 我刚才在巷子口啊 我碰着一鬼 鬼 听得瞎说 真是真是真是 真的 就迎面过来像坐山似的 那脸上的粉 我弄得这么厚 一笑你嘴这么大 真的 二哥 你不是 你听我讲完 我跟你说啊 我在巷子口 我不小心 我跟他一笑你嘴 他摔倒了 我琢磨着 我住人为乐吧 扶他起来 你还怎么着 他说我耍流氓 三 你拼命脸 就你二哥 怎么这也算是 风流体躺 一表人才对不对 你说这脑子进水了 是不是你说他 大哥 肯定是他 肯定是谁啊 你说的那个女的 是刚从咱家出去的 是马婶 给大哥介绍的对象 马婶吃饱了 撑的吧 咱大哥就算打一辈子 我我也不能取那条号来 对不对 小点事吧 你嘴里边积点得 那本来的嘛大哥 你给咱们找的 找进门的是嫂子 那不是找回来一水缸 他摆在那干嘛呀 你是拿的成米啊 还是装水啊 人家马婶也是好心嘛 老二 我倒是觉得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小军 二哥 你看吧 不光是我这么劝你吧 老二 我今儿在路上碰上娟了 挺憔悴的 他跟我说 他说过去他太任性 你和他分手的 都是他的责任 他不怨你 大哥 说心里话 每次看到他那样子 我也不舒服 可是 我跟他真的过去了 大哥 你以后 别再提我们的事了行吗 好吧 这事也不能勉强 你自己看着办吧 妈 你还没睡啊 你不回来妈能睡踏实吗 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业大呀 就别上了 哎呀 妈 我都上了一半了 现在就放弃很可惜的 哎 我们今天来了一个新的老师 他说话 说得可生动了 瞧瞧 一说起这事你就来事 行了 快去洗洗 早点睡吧 累了一天了 我今天 去秦川家了 真的 他们好吗 挺好的 我今天 请秦阿姨 帮忙把小彤调回来 真的 不过 他只是说 他会想想办法 傻丫头 你婆婆说想想办法 那就是十拿九稳了 人家谁能把话说满了呀 他要是说帮忙啊 那小彤的事 就有指望了 等这事成了呀 咱们可得好好地谢谢人家 妈知道 你不爱求人 谢谢 你帮着妹妹 把这件事给办了 妈 小彤也是我妹妹 有什么好谢我的 我说我这一天 这左眼铃怎么跳呢 原来有好事在等着我呢 这回妈这心里的石头啊 算是挪了窝了 好了 我看出去了 别看得太晚了啊 师傅 你找我 你那天有事吗 没事啊 那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我师傅吧 你师傅 是不是你跟我爸共同的师傅 我小时候晚上见过他那个 对 那我师傅得叫他师爷了 叫师爷 行行行行 就这个事 你忙去吧 好嘞好嘞好嘞 师傅 这个 大红的姐姐有对象吗 我哪知道 一天到晚不招家 别跟我说他 说他我就烦 干嘛呀 人家挺好一姑娘 你说 我一知青点的战友啊 就看上来了 替我帮着问问 小伙子干什么的 程建局的一司机 比我大两岁 人挺好的 人家能看上他 瞧你这话说 真看上了 就因为这事特意请我吃顿饭呢 所以我这想 怎么知道得先 老爷子批准啊 不是 只要人家同意 我没意见 真的啊 嗯 师傅 那你先别跟大红说 我自个跟他说去 不说 好嘞 谢谢师傅 我刚好去了啊 去吧 这小子 那人呀 那天他也俩眼可就没离开过我 看着还行啊 好像 不算太对不起观众 你这也算是同意了 不是给我介绍对象 你怎么那么上心啊 你是不是怕我粘着你 你还什么乱七八糟 不过照这种态势发展下去 老妞儿以后得被你拿得死死 这世上呀 我除了你拿不住 别人 那都小菜一碟 喝 porque 熟悉的旋律 又在午夜响起 好想不经意间的美丽相遇 我不懂那个春天的寒意 却知道从此不能没有你 看着手中一泛黄的照片 一朝清晰却不再熟悉 守着窗前滑落的星雨 我的世界从失去了你 如果还能重来一回 我会把简单的爱情给你 从此让我陪你流浪 找回我们的失去记忆 如果还能重来一回 我会把简单的爱情给你 从此让我陪你流浪 找回我们的失去记忆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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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梦中的甘乱书 甘乱书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会把简单的爱情给你 我会把简单的爱情给你